中文字幕——YK 听得起循环的越听越有味道 非常适合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 就像一颗生米说过的 深深的歌是第一次听感觉很好听 然后越听越好听 最后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朱深总能以轻风细雨知识 唱进人的心里 他是一个既谦虚又低调的人 不炫技不卖弄人设 人凭好的没话说 而且纯洁到毫无黑点 也从不炒作 所以存在感也就没有那么强 话题也就比较少 大鱼和浅浅里面的那两段美声 是他自己在录音期间 即兴想到加进来的神来之笔 他也有尝试写歌 只是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不陈述的作品 他是不会放出来的 朱深刚出道的时候 确实比较朴素和青涩 看起来还憨的 这几年在唱功上有很大的提升 在颜值上也是突飞猛进 现在的他只要站在舞台上 开口唱歌 就会让人一不开眼 就能带给人视觉和听觉上的 双重极致美的享受和体验 他也讲过 我很希望成为像陈奕迅和孙燕姿 那样的歌手 因为他们是靠自己的作品 被大众所熟知的而不是靠其他的什么 正是因为经历过这些 今天的周深才成长为一个强大而坚定的人 周深能够活起来不是没有理由的 很多人都看不到他努力的样子 要想挣脱那些嘲讽的枷锁 唯有实力二字可以与之抗衡 周深从来都是坚持初心 用知识去丰富自己 行至今日 周深有了很多的粉丝宠他 他也配得上这些宠爱 他感叹自己幸好没有一夜爆红 而是如蜗牛那样往上爬 熬到现在 他可以从容的拿自己的声音 升高开玩笑 在周深成名后 身上的嘲讽的声音被无限的放大 周深这一次并没有退缩 站出来 我生来就是这样的深陷 不论什么样子 我都要接受他 我想周深能这么火的原因 大概有三点 第一 他热爱音乐 周深从来都是坚持初心 用知识去丰富自己 放弃学医 选择音乐 然后如蜗牛那样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为他音乐上的成功 奠定了丰富的经验 第二 他的声音真的很独特 声音柔美 又不失男儿的气势 唱功更是无可挑递 纵观如今的歌坛 你真的找不到第二个 能代替他的歌手 第三 他是一个好好唱歌的人 在这个流量盛行的年代 好好唱歌真的是太重要了 实力决定歌手的高度 而态度决定了他能走多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